那既然有那么多爱茶的朋友 为了方便大家的交流 方便大家的互相切磋 所以我们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就特地为此开设了新兴茶频道 以后呢我们爱茶的朋友 就会在这个茶频道上进行一系列的 茶学相关的讲座 我们也会请像陈博士这样 还有像他太太这样的茶叶专家 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 做一些茶艺的交流和互动 今天是我们新兴茶频道开启的第一天 我们邀请到的是 清华大学的陈志蒙博士 来为我们做一次茶学知识的 深度的讲解和答疑 陈博士不要看得那么年轻 他在清华大学读的是 先进制造专业的博士 但是呢他和茶却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我们都看到了这张幻灯上的介绍 他不仅是国家二级品茶师 还是上海 晋天茶叶有限公司 大田县 晋天茶叶专业合作社 福建 逢源茶叶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也是清华大学 茶文化协会 联合创始会员 所以陈博士是非常的年轻有为啊 令人佩服 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年轻有为的陈博士 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茶 有请 谢谢丁丁姐 谢谢咱那个新兴学社 给我提供这么一个跟大家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 今天呢这个我选了一个主题 叫于情依茶 以茶会友 但这一路走来呢也得到了这个比如地方啊 还有很多朋友一个支持啊 所以包括比如我爱人也获得一些荣誉 我老家呢是福建省大田县 我们呢这个这里呢是典型那个高山地区 海拔呢就是1000米以上的高 这个山呢就有175座 是个高山茶的一个种植 森林覆盖力呢达到了73% 然后这几年呢 我们这个老家这个茶叶发展呢 也是势头非常猛 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然后在我们这呢生产的茶叶呢有几种 一个呢是高山乌龙茶 还有这个高山红茶 以及这几年 重点在这个推广打造的大田美能茶 这个美能茶呢 喝茶的朋友呢可能都有听过 它原来呢叫东方美能茶 原产呢是在台湾 然后这几年呢应该是这几十年 二三十年呢就是引进到我们当地 然后在当地呢就是在进行 本土的一些这个适应的 包括茶树品种的新选域啊 以及工业的一些优化 然后呢推出了我们比较特色的大田美能茶 它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独特的特点 一个呢是它的生长环境很独特 刚才说了我们的是高山地区 这要有适宜的这个生长温度 又处在高海拔期间呢 银雾缭绕 这个漫涩光多 这个所谓呢 这个地道的是绿色的这个生态茶 这个都说这个高山出好茶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呢 高山地区云雾缭绕 茶叶呢喜欢阳光 但是呢害怕阳光直射 如果阳光太强的话 它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咖啡碱 以及花青素 会导致呢它的口感呢更加的苦涩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好茶 那再者呢高山地区呢 昼夜温差大 白天温度高 光合作用强烈 这样它可以生成更多的这个养分物质 晚上呢它温度低 呼吸作用就低 也就是说它的消耗呢就小 然后呢就能把这个白天这个光合作用 生成的这些营养物质呢 存储起来 不会消耗掉 这样呢 它的就是营养成功就更多 然后它的滋味呢就会更加的 呃 醇厚 甘甜 香气呢就会更加的高阳 这是高山茶的一个特点 再者呢 它的它的工艺呢是比较独特的 呃我们这个呃大田美人茶呢它是呃属于乌龙茶 这乌龙茶呢属于叫做半发酵茶 呃美人茶呢它是属于乌龙茶里面发酵度最高的已经接近红茶了达到了70%左右 所以呢它的口感呢喝起来呢也特别的干纯 香气呢也特别的这个高阳有独特的这个 花香蜜香跟果香 很多这个肠胃不好的 它就适合喝这个呃美人茶这种重发酵的乌龙茶 它养味 所以这是它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 然后再者它来配料 它们这个盐材料这个茶叶的这鲜叶啊 需要有这个叫做小利叶禅 来吸食 叮咬 小利叶禅在吸食叮咬的过程当中呢 这茶叶呢类似于会形成一些应激反应 或者说类似于人体的免疫反应 它就会产生一些独特的芳香物质 跟平常的茶不一样 经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独特的工艺 两个结合起来之后 做出来茶叶呢 它呢就是会形成独特的这种香气口感 这是它的第三个独特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它需要这个 小利叶禅的叮咬 所以呢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呢 要严格的控制这个农药使用 很多茶叶呢 它是不希望它长虫 但这个美人茶呢 它反过来的 它需要这个虫子 它没这虫子的话做不出来 它这个香气就不对 就不是那种口感 所以呢 这个这也它独特的地方 然后呢也导致呢 它其实呢产量呢 是比其他茶叶要低很多 还有在这 这做出来之后 它的第四个独特 它的品质独特 首先呢 它的外形呢 牙间呢 白好显露 枝叶连里 然后有这个白色 绿色 黄色 红色 褐色 五色相间 所以也叫这个五彩乌龙 也叫白好乌龙 它这个香味 浓郁 带有这个蜂蜜的 这个甜香 和蔬果的香气 还有一股花香 这味呢 是比较干滑的 泡饮的时候呢 这个茶比较独特 还可以比如说 加点这个百兰地酒啊 或者说这个香槟啊 在欧美那呢 也被称作是香槟乌龙 其他茶呢 很少说跟酒搭配的 但这个茶呢 它跟这个白兰地酒呢 却是绝配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不能加太多 滴几滴 加上一些 然后经过 有这么这个 十几年的发展吧 然后目前呢 我们呢 现在呢 有了自己的一个基地 然后呢 也形成了一个 初步的一个规模 然后我们 我们公司的这个 核心理念呢 是知茶去 懂生活 然后呢 希望呢 把这个健康有趣的这个好茶 就是能够跟朋友们一起分享 这是两个茶室 以及呢 这个茶叶的这个感官审评室 这是我们的茶厂 还有呢 就是茶叶的茶叶的品种 这个品种员 以及呢 就是这个 茶叶的这个品种库 这是茶叶研究所 一个大庭美能茶研究中心 以及大庭县美能茶研究所 它的这个接牌仪式 这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那这是我们的茶员 然后这一路走来呢 也是得到了 呃 就是社会各界的一个光怀跟帮助 就是我们都知道茶叶分六大种类 刚才你也说了 绿茶 红茶 乌龙茶 然后是白茶 黄茶 黑茶 那具体到喝某一种茶的时候 有的时候脑子里面会 会想哎呀 这个比如说金俊梅 那到底是乌龙茶 还是红茶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够先跟大家大致的 说一说这六种茶的典型的代表是什么 比如说哈 我知道的龙井茶 你是属于绿茶 呃绿茶呢 其实它的产区呢 应该呃 分布呢是最广的 嗯 然后呢基本上产茶的地方呢 都有产绿茶 然后所以呢 它的种类呢 也是非常的复杂 但知名的呢 知名的这个绿茶呢 刚才说的比如西湖龙井 这绿茶 然后黄山毛峰 呃 绿庵瓜片 应该其实应该叫绿庵瓜片 然后还有叫做竹叶青 呃 这些呢 其实都是绿茶 绿茶典型特点呢 典型的黄茶有什么呢 这个 呃 军山银针 呃 霍山黄牙 广东大叶大叶茶 呃等等 但是我现在问一下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肉桂啊 嗯 肉桂和那个那个水仙啊 嗯 这两个到底区别怎么样 这两个都是都属于那个普洱对吧 盐茶 所以盐茶 嗯 嗯 那我手上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镇盐的那个那个那个水仙啊我前前两天在吃那个是肉桂 嗯 嗯 这两个可不可以混起来吃 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两个茶叶 嗯 就分开吃的时候 加点柠檬会不会把这个味味道给给给给串掉你要对比的茶叶好坏啊比如我有泡好茶我不知道他这个茶好坏我拿过来同时试炮同时炮 对比着喝你把这个比如说投茶的量呃这个水的温度以及呢这个泡的时间呢全部控制成一样 出来就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呢然后呢同时来去审评他 嗯 我想请教一下我喝喝普洱茶就没有问题但是我喝了绿茶什么绿茶我喝了都会口容痒咳嗽 是不是他那个寒性的问题啊 我想请问一下陈博士哈就是其实这个呃你说的这个茶我们呃什么绿茶什么六种品种的茶其实都是这个茶的做的工艺呃最大的区分是吧 虽然说那个茶树你可能说有大叶茶有小叶茶但是茶树的品种没有那么多只是工艺是不是因为我以前认为绿茶是一种树是绿茶然后红茶是另外一种树叫红茶 茶树品种其实非常的多啊成千上万种啊从那个分类来说的话比如根据他的他的那个长的个头啊以及叶子的大小啊可以分成比如灌木种 桥木种自己就分成两大类了可以分成呃小叶种中叶种大叶种红茶乌龙茶一般就是可以适合放多久呢红茶呢如果怕上火的话 反正基本上你放个呃三个月以后开始喝起码三个月以后开始喝是比较合适的但比较新的哎不建议喝火气很足 然后呢能放多久呢这跟储存条件有关系我想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是问不完了但是还好的我们开启了新兴学社的茶频道那今天大家问不完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我们留待下一次茶频道的时候再继续 哇 以为您多意见不在 except voor替其壮學循icism过套 对 不下 Better 什么 那 我 感谢观看